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好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养生堂 我是刘静 我们今天节目很有意思 先来看我们的大屏幕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 叫做养好最有个性的脏腑 什么样的脏腑叫做有个性呢 五脏心肝脾肺肾 我请现场的五位观众上来 我们一起来猜猜 刚才我已经选好了对不对 这五位女士 大家请到中间来 我们现在讲下踩的就是心肝脾肾 我们说的五脏 那到底有可能最有个性的脏腑 是哪一脏呢 给大家两个参考选项 先来看第一个 最恪守规则的脏腑 你理解什么叫恪守规则 就是时时刻刻都在工作 然后比较有规律的在工作 比较有规律 那你觉得心肝脾肺肾 哪个是最恪守规则的 就是心脏 来 我们站到心脏的上面 然后其他人如果有不同的意见 也站到它对应的上面 我们先选一下 好 两个心 两个肺 一个皮 再来看第二个提示 它是性格最刚烈的脏腑 什么叫最刚烈 来 你分析一下 你拿着话筒 应该就是如果你没有一个很好的生活习惯 然后它就会立马表现出来 会表现出来会罢工吗 会让你身体很不舒服 对 那你觉得还是心脏吗 我觉得不是 那你觉得是哪儿 要换了 我觉得是 你要选肝脏 行 你站在肝脏上 你先说说为什么你要换 可能你的一些情绪最受 就是影响的最直接的就是肝 情绪最直接会让肝脏受到影响 我们先把掌声送给五位女士 谢谢 大家先请回到座位上 谢谢 谢谢 心肝皮肤肾 到底哪个脏器是最刚烈的 又是最恪守规则的呢 我们还是请专家上来 帮助大家好好的分析一下好了 来 让我们掌声欢迎 今天做克养生堂的专家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毯医院 中心医结合中心主任王宪波 掌声欢迎王主任 你好 大家好 滴滴鲁花香飘万家 中国高端食用油引领者鲁花 倡导消费者少吃油 吃香的油 让我们再次掌声欢迎王主任 今天又把王主任请到两生堂的现场 我好好地来说一说 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如何更好地保护我们的各个脏腑 尤其是最重要的那个 又很刚硬 又很恪守规则的脏腑 到底这个脏器是哪呢 其实伴随着王主任 已经来到了舞台上 大家看在我们的舞台右手边 有一个情绪不太好的脏器 是捂着他的小肚子 不知道是不是在很刚硬的生闷器 这是肝脏吗 王主任 是肝脏 恪守规则的脏腑就是肝脏 肝脏 这样我们对肝脏呢有两句话 第一句话呢我们经常说 就是肝胃肝脏 我们说这个肝脏啊 是说的是它的性格 五种情质呢对应五脏 五质对五脏 而在这五质当中呢 怒它对应的是肝 怒伤肝 怒伤肝嘛 怒啊本身它是一种 实际上每个人都有的情绪 遇到不顺心的事 如果发散一下呢 实际上是有助于身体的平衡 但是如果我们说大怒 或者是一于怒 怒而不发 时间长的话 一定会伤到这个肝脏 我气得肝疼 它其实真的是肝疼 是这样的 第二句话呢就是 清代名义叶天使 他在林郑指南宴那边 说过一句话 就是肝体音而用羊 咱们所有的五脏六腑 都在守规则 今天我们在这里说的规则呢 体音用羊 就是说脏腑的脏的本体 和它的功能 它是净位分明的 一阴一阳 脏腑本身可能属于阴脏 但是它发出来的功能呢 属于阳 所以这就是阴阳分明 肝本身是藏血的 血属阴嘛 所以说它本身是一个阴脏 而且它呢 位置也属于阴脏 我们说横隔以下的脏气呢 属于阴脏 横隔以上的呢 属于阳脏 那里面是心肺 从位置上来说 心肺它属于阳脏 肝 脾和肾 它都属于一个阴脏 所以它从脏气来说 它属于阴脏 但是它的功能呢 我们说肝呢 它属于洗调打 主要是以疏散 疏泻为主 而调打 疏泻 本身呢 都是发散的 所以它属于一个阳脏 它的功能呢 属于一个阳 我们是向上的 就是属于阳 所以这就是 体阴用阳的意思 我们知道 肝脏的健康 与血压 血脂 甚至血糖 都有一定关系 如何养好肝脏 预防疾病 搞懂肝脏 遵守的体阴用阳规则 非常重要 专家告诉我们 肝是身体中 本体和功能阴阳 区分最为明显的 一个脏腑 肝脏本体的属性是阴 这是因为肝藏血 血属于阴 而且肝脏位置 位于横隔以下 属于阴脏 然而肝脏的功能 却属于阳 比如肝主疏血气机 让气在人体中正常运转 这种主疏血 喜调达的功能 又属于阳 所以肝脏 是最具有 体阴用阳特点的脏腑 我们来看大屏幕 给大家一些选项 不仅有症状的照片 还有文字描写 比如说眼睛干涩 眼睛昏花 发现视力下降 夜忙晚上看不清了 皮肤哭搞不择 就很干枯没有光泽 皮肤搔痒 皮肤干燥 到了晚上还加重 我们来现场做个调查吧 出现过这些症状 来就这位阿姨了 您贵姓啊 我姓刘 刘阿姨咱本家 刘阿姨您有哪些症状 我那个眼睛干涩 眼花视力下降都有 这边这个皮肤搔痒 皮肤干燥 夜里加重这个我都有 能举个例子吗 比如说严重到什么程度 我这个眼睛 现在几乎天天上眼药水 我出来都带着老花镜 现在其实我才62岁 这个皮肤搔痒 是白天还好点 一旦晚上换上睡衣 就开始抓 洗完了早抹上油也不行 也不行 也不行 这是到了秋冬季节 就明显加重的 就现在这一段时间特明显 好嘞 谢谢您 那您把话筒 给您左手边的这个姑娘 我看您也举手了 您是说有三个的对吗 对 你多大年纪啊 二十几 我二十七 二十七 这么年纪轻轻的 我是眼睛比较干涩 然后就是视力下降 晚上就看不太清楚 晚上会看不太清楚 对 那皮肤的干燥啊 会有吗 会 就脸 刚洗完脸 脸干到疼那种 所以到底这两位啊 正好是 一位六十多岁的阿姨 和一位二十七岁的女孩子 都有类似的问题 情况一样吗 都是肝脏受到了问题 我们一会儿向王主任 好好地请教一番 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高油酸化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青春派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这个送给刘阿姨 送给这位小姑娘 一份北京卫视养生堂 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育品高方提供的 黄金草本高 秋季滋补润造正当时 想要了解自己的体质的话 可以拨打评论下方的电话 会有专业团队 为您免费变体质 来 这个送给您 也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 王主任 我们可以结合着那边的道具 帮助大家来解释和演示一下 所谓体因用阳对于肝脏来说 到底有什么样的特点 来吧 这个道具有点奇特 这什么意思啊 王主任 大家看到这是 两缸土 一缸看上去潮湿一点 一缸特别的干燥 上面有砂石 这就是相当于一个 如果我们比喻肝脏的话 我们说肝藏血 如果肝血充足的话 它就相当于这个土壤里边 水分多 比较湿润 比较湿润 土壤多 能够这个水分呢 能够滋润这个土壤 也就是血分比较充足的话 能够滋润这个肝脏 这个呢是比较干燥的 那就是说如果这个肝血不足 血不能够养肝的话 它就会容易出现血虚风噪 如果我们用吹风机吹的话 一个呢就能吹出风沙 风沙 一个呢就会纹丝不动 我们来试试看好了 好的 我们先试试风沙的这一个 好 先来看看 大家都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在这个布满砂石的表面 有风吹过会怎么样 风噪 血虚风噪 龙卷风要来了 抖了抖了自己 好 我们再来看看 如果是非常湿润的表面会怎么样 也可以吹起来 但是它的表面基本上是固定不变的 同样的风量 所以你的沙尘包 看我的稿子 上面都是沙尘 所以我们回到中间吧 感觉说话 唇齿间都是沙子 我看到大屏幕上 还有叶天氏的一句话 血液伤疾内风仙筋 这是什么意思 什么叫伤疾呢 伤疾就是血液亏虚的太厉害 伤疾 疾就是极致 是吧 如果干血血伤或者耗伤太厉害的话 它就会出现内风 就是血须生风的意思 也就是说 刚才我们讲到的那些 皮肤的干燥 搔痒 可能都是因为血须生风导致的 对 因为我们中医认为 所有的皮肤的搔痒 它和风有关系 那风是一个病理因素 它有内风 有外风 咱们一般来说 外风值得是感受外邪 你比如说感冒 但是如果皮肤搔痒的话 往往是内风造成的 这个和肝脏有关系 因为我刚才说了 肝藏血 如果肝血不足 就是肝体 体阴不足的话 它就会出现血须生风 可以出现很多的症状 第一个我们从上面说吧 它可以出现失误模糊 这也是说肝开窍于目 肝经它是家胃属肝 落胆 然后上罐过不血泪 同时它还是熏喉咙之后 上路夯丧 夯丧就是咽部 鼻咽部 然后连目细 临床上我们治疗 这个眼睛的疾病 往往是葱肝润 你比如说眼睛事物模糊昏花 这个我们往往认为 它属于一个肝血不足 我们要养肝肉肝 如果是母吃肿痛 眼睛很痛 甚至发痒 这个我们说是肝经于热 可能肝火上眼 这时候我们要养肝清肝 所以说咱们眼睛的疾病 主要是从肝体或肝用 来进行辩证论治 还有一个就是皮肤 包括皮肤的搔痒 面色的苍白 或者是哭嚎不择 就是没有光泽 这个也和肝有关系 同时如果我们说指甲 肝七滑再找 我们的指甲 它也和我们肝血的乳氧有关系 如果肝血不足 它也可以去找甲 这个微软 哭嚎不择 变形俊烈 这都是它的一个 常见的临床表现 那说完了体因 我们再来聊聊肝的用痒 如果用痒出现了问题 也应该会有一些 相对应的症状吧 我们来看大屏幕 大屏幕上出现了几个成语 肝脑涂地 肝胆相照 肝肠寸断 我们再讲到肝的用痒 为什么会用到 这三个成语啊 王主任 这个主要和它的功能有关系 也就是用痒 肝脏的本身的功能 我们说肝是主书泻的 喜调达而无一欲 这个比喻的说话 它的功能 它是支挥着我们身体的 五脏六腑的契机运行 这就好比说十字路口的交通 如果要享有秩序的话 一定是要交警 这个有序的指挥 指挥交通 是吧 指挥交通 但是如果交警 在指挥交通期间出了问题 那么我们的四通八达的道路 都会拥堵堵塞 如果肝气愈致 那么它就会出现肝气范胃呀 肝气泛肺呀 或者肝阳上抗呀 以及什么肝胃愈热等等 那么我们的五脏六腹的 气机运行都会出问题 出现很多很多的症状 血压增高了 胸斜乳房的胀痛 面红目赤 闷闷不乐 悲忧欲哭 急躁易怒 失眠头痛 这都跟肝的体阴用痒 后面的那个用痒有关系 来问问我们现场的观众吧 有没有哪位叔叔阿姨 可能会有大屏幕上 现在出现的类似症状的 上来聊聊怎么样 两位 欢迎两位阿姨 先问问这位阿姨 阿姨您贵姓啊 我姓刘 又是一位姓刘的阿姨 阿姨 您是全场第一个举手 说自己脾气不好的 对 你怎么了 最近特别的痛苦 假如有一句就不顺心的话 立刻就是这个火气吧 一下能冲在脑子上 比如说最近一次 谁说了句什么能说的 昨天女儿过来 礼拜六过来看我了 一进门 我老公就跟女儿女婿说 我带着你妈去到医院 看她那个血压膏 那个组织医生说的 说的没什么大事 哎呀 我在厨房做饭 跟我一下给我气着了 为什么呢 我说他们一进门 你为什么要说这件事 你说点高兴的事不行吗 人家也没问 你为什么就 主都要说这个 就因为这个 我就跟她一下就特别的生气 肯定嚷嚷了 我那是炒菜呢 我都简直要把这些菜 我简直扑到她身上去 急得就火气冲天 特别能理解 当时她们都不敢说话了吧 每人女婿在门厅 听着她们也都不圆圆了 肯定的 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妈妈在家发火 您肯定其实后来自己也想想 挺不应该的 我就赶快跟她嚷 而且最近吧 就是有点失眠 就这写着失眠头疼 失眠也有是吧 有时候失眠 这些血压就确实是 你血压本来就比较高 我本身就血压高 血压有时候就是 胖一下160了 阿姨您今年多大年纪啊 68了 阿姨我问你 您如果作为一个旁观者 如果这事不发生在您家 发生在隔壁邻居家老王家 您觉得她应该生气吗 就冷静下来的时候想 没必要 就是气的就是怒发冲天 所以您觉得可能自己最近 是身体出了些什么问题 让自己那么生气 对 长期以来很多件事 都是类似的情况 对 是吧 好 先别着急 一会我们问问王主任 谢谢刘阿姨 那给话筒这位阿姨 阿姨您贵姓啊 我姓张 张阿姨 我今年66岁 66 小姐妹俩 张阿姨也爱发脾气吗 我爱生气 就是爱跟老伴生气 举个例子 举个例子就是做得了饭 大家吃饭的时候 越到桌子这儿跟抢儿子 儿媳妇儿子都坐桌子 他就挑饭 这个不好吃 那个酱油少了 这个不咸了 老挑这个 我就背地儿就说他 我说你别在桌子上说 完了第二天还那样 我就生气 就跟他打架 什么叫跟他打架 筷子一丢 老婆是你自己做 阿姨我跟你讲 我妈遇到这个问题 一般怎么治我爸 我妈真就一个星期 不给她做饭 我爸再也不敢说饭不好吃 每次我妈做啥都说太好吃了 现在就是她做饭 她做饭 天天炒白菜 天天饭不给做 我说你炒点那个西红柿 我就不爱吃西红柿 就爱吃白菜 生气跟她干家 其实她也在跟您较劲呢 好像就给您做白菜吃 谁叫您让她做饭 我就脾气不好 就是我俩老吵 您也会生气的时候 嗓门很大 自己都觉得自己的血压升上 我现在就嗓子起了 现在嗓子都疼是吧 我们先给两位阿姨鼓鼓掌 因为在大家面前说 自己脾气不好 是一个挺不好意思的事 但是阿姨也意识到 可能这个情绪的过于激烈 会对自己的身体造成影响了 想向您求助 您先点评一下两位阿姨 所以他们说的 到了可能是肝脏 用羊出了问题的这个阶段吗 是这样的 这是两个典型的 典型的 这个肝用的功能受到了影响 什么肝用 就是我刚才一致强调 肝脏本身的生理功能的特性 是喜调达而畏育 是吧 它一定是疏泄的 调达的 刚才提到了 它遇到了一些不良的刺激 或者是负面的影响 那么这就是正它不乐意听 不乐意见到的 它那么就会抑郁嘛 所以这就出现了肝气不疏 肝气不疏呢 就是肝用功能受到了影响 就是体吟而用羊 就是疏泄调达 这个生理特性受到的影响 所以它就会医治了 所以如果肝的调达 疏泄功能出现了问题 大家看大屏幕上 有什么胸斜乳房的胀痛 比如说胸部疼痛啊 两肋斜的疼痛啊 阿姨们都有吗 有 您是哪儿疼 我就是两肋疼 两肋疼痛 打嗝 打嗝 一生气就头就一下子就晕 头也疼 还晕 两肋疼是一种什么样的疼痛啊 老想这按着它就打嗝 打嗝 一按着就打嗝 一按就打嗝 只有生气的时候会这样 对 刘阿姨您生气的时候 哪会疼吗 胀疼 有一阵我生气的时候 杜鲜有点胀 查查 她说你没什么大问题 有点小节节 问题不大 就是通过检查 发现比如说是超声 发现并没有什么气质性的病变 但是就是感觉生气的时候很胀疼 明白了 有点 王主任有 都有胀疼 有的是胸 有的是鞋 还有打嗝的阿姨 是这样 这个位置的不舒服 你比如说我们说 上腹部的疼痛啊 或是两肋的疼痛 甚至刚才这位阿姨提到的说打嗝 是吧 都有可能和肝气不舒有关系 都有 肝与气质有关系 但是我们要排除有其他的气质性疾病 气质性的便便里边 首先我们说有胃 是吧 有胃痛 如果胃痛的话 它往往表现的有脏痛啊 刺痛啊等等 这个往往呢 它有消化倒的症状 你比如说恶心啊 厌那个不想吃东西啊 甚至呢 刚才这位观众说的 我们打嗝 是吧 这就是可能和胃有关系 但是呢 胃病啊也和肝有关系 为什么呢 我们常有一个症候啊 叫肝气贩胃 很多人都说气得我不想吃饭 气得我就想要吐了 是吧 这就是肝气贩胃 这个是和肝气不舒 也是有关系的 当然了 到底胃里边有没有气质性的疾病 如果你这个症状比较明显的话 还是应该去到医院里边去看 专科的医生啊 第二个呢 肝和胆是相连的 肝胆相兆 肝胆相兆 肝胆相连的 这个位置呢 有一个胆囊的位置 这个上腹部的疼痛啊 也可能和胆有关系 但是胆的疼痛 它往往表现的是脚疼 疼得很厉害 而且呢 它可以往肩部放射 右肩部放射 右肩 往往呢 它有诱因 是你比如说 吃了很过多的油腻啊 或者是饮酒以后 出现的这种症状 这是一个 它有可能是胆囊炎 也可能是胆结石 也可能是其他的病变 如果我想明确 是不是胆的问题 有没有什么病变 也得要到医院去检查一下 但是这个胆的问题 往往和肝也有关系 我们说家胃鼠肝弱胆 那么肝胆 经常呢 是肝胆湿热呀 或者是肝瘀以后呢 胆气不输 这可能和肝也是有关系的 刚刚张阿姨就在说 说胆不好是吧 我得过胆能炎 胆能炎 而且脾气比较暴躁 对 是吧 容易生气 容易生气 这个也和你的肝气不输 和肝用的功能 有关系 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还有一个呢 就是我们说的是肝气不输了 那是一个 往往呢是非气质性的病变 它呢可以是在这个位置 是吧 也可以是在这个位置 左右两侧 两侧 它的肝经的巡形有关系呢 那不邪累嘛 是吧 巡形有关系 但是这个肝气不输的疼痛 或者肝用 就是它往往呢 是和情绪有关系 如果你生气了 或者是有些事情呢 没有得到你的满意的这个结果 你可能会出现症状 但是呢 它往往呢 是有一个特点 它不固定 它可以走窜不定 而且这个疼痛呢 可以是隐痛 稍微有点疼 还有呢是刺痛 还有像针扎一样的 或者是说这个位置呢 它就是说 你想起来的时候 它就明显 是吧 一生气它就明显 你那个很多人 一紧张啊 或者是说这个干活的时候呢 往往这个症状呢 就会不明显 这个呢 往往呢是和我们说的 肝起不术的气质有关系 刘阿姨刚才说了 会有胸疼 很胀 也跟肝有关吗 有关系 这个胸疼和胀疼也有关系 它也和肝经的巡行有关系 您建议他们要去医院去做检查吗 或者说我们要去吃专门的中医开的方子来调理 还是一伙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调理方 他们也可以试一试呢 因为这两者都不矛盾 日常的生活的调理 这个非常重要 再一个呢 我们寻求专业的治疗 它不矛盾 最容易做到的就是日常生活我们注意 是吧 一方面呢 我们要调理情治 不要什么事情还得要想开一点 第二个呢 我们可以做一些药是同源的这药膳 药是同源的一种治疗方法 那个呢也是很简单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 一会儿我们来揭晓答案 刘阿姨 卤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卤花高油酸花生油 油酸高抗氧化青春卖健康油 祝您越吃越年轻 不要生气 控制好血压 来 刘阿姨拿好 张阿姨送给您的是北京卫视养生堂 行业独家战略合作伙伴 余品高方提供的黄金草本高 秋季滋补润造正当 请要了解自己的体质吗 拨打屏幕下方电话 会有专业团队为您免费变体质 也祝您健康 谢谢两位阿姨 请回到座位上 谢谢 两位阿姨都很急切 因为本身就是高血压的患者 还那么肝阳上抗很危险 因为我们说高血压 会带来各种危险的问题 比如说脑中风 所以到底怎么办 能够帮助我们养肝调肝呢 接下来我就要打开那个可爱的 生着气的小肝脏了 来 阴阳嘛 体阴用阳 其实我们的导演特别贴心地 把这设计成了一个 我们太极的阴阳鱼 先来看这一半 到底如何调好最守规则的肝脏 调养肝脏的一对好孩子又是什么 广告很短 养肝好搭配 马上奉索 中国为鲁花香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曲霉素 零反式脂肪酸 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极致营养助力 养生轻松给力 本节目由中国国家攀岩 对乳品营养保障的 三元极致A2牛奶 特别赞助播出 喝三元极致A2牛奶 给全家极致的关怀与呵护 养生要趁早早餐先吃好 养生糖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利扭催来 陪伴您关注早餐营养 按需科学补充优质蛋白增强免疫力 健康平安每一天 本节目由天猫好药赞助播出 打开淘宝APP搜索天猫好药 正品好药带回家 我们下来看这一半 疏泻再加上柔痒 所以说肝脏的体因用痒 要一边柔痒一边疏泻吗 怎么理解呢王主任 是这样 中医的这个肝出问题的话 我们首先要考虑 它这个肝体是不是失去了颅痒 肝血不足 第二个呢 肝气是不是得不到疏泻 不得疏泻或者疏泻太过 这都是它肝用是不是出了问题 所以一边要柔痒一边要疏泻 具体怎么做 还是得去专业的医院 比如说像王主任那儿 请专业的医生开一个副方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养肝 柔肝 疏肝 还有一些朋友 会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用一些辅助养肝护肝的膳食补充剂 那同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应该也有一些小方子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养肝护肝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是王主任给大家的小建议 一花一果 听上去 不知道是吃的还是喝的 一花一果分别有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个花呢是能够清肝明目 清肝 疏肝 明目 这个一果呢它能养肝 柔肝 养血 一花一果 是跟花长在一起的果子吗 让我们带着疑问 掌声欢迎今天做客养生堂的 另外一位专家 有请专注于中药研究的 来自北京中医药大学中药学院的教授 王林源 欢迎王教授 那可王教授给我们带来了什么呢 王教授一上来 我已经知道一花是什么了 这就是菊花嘛 而且您带来了五种菊花呀 的确是 菊花呀 大家知道我们植物王国当中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家庭 但是中药呢 长达几千年呢 使用当中呢 有很多的筛选 今天我带来的五种啊 都是可以要师同源的 也是咱们要点 这个明确记载的五种菊花 五种菊花 我们先来看看神农本草经 当中对于菊花的记载 养肝的好孩子 久福 沥血气 清深 耐老 延年 在这个2000年的神农本草经 就有记载 而且是上品 说明它呢 可以补疫的同时 清热的同时 还没有毒性 功效是这个苏乎风清热 刚才说这个瓶肝 明目 清热解毒的作用 一般来说呀 比如说用于风热的感冒啊 头疼啊 这个木赤啊 用现在的语言说眼肝 眼色 眼疲劳 都可以用它 刚才我一上来的时候 就介绍王教授是专门研究的是 中药的各种药性的 他对中药特别的了解 我们呢找到了一个现代研究 对于这五种菊花的分析 请王教授给大家解释一下 我们来看大屏幕 你看啊 这有四个问号不同的菊 还有好孩子 还有一个是雍犬好孩子 咱一一来说这什么意思呀 大家看到大屏幕呢 有几个色带 这是我们那个做研究的啊 叫博层的色谱 这个色带呢 大家看到有明有亮有多有少 是 那么每一个色带呢 标志着它有这样的成分 越亮呢 说明它这个成分呢可能越多 哦 所以说这些五种呢可能各有特点 对 所以看起来啊 这四个一二三四 打着问号的菊花 那么色谱相对均匀 可是到了好孩子这一栏 它的种类色谱就更广泛了 不同的颜色都有 然后到优选好孩子 同样的广泛度 但是亮度又更大 所以说明它含量更高 这就是做科学研究的时候的色谱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第一种菊花是什么 所以说今天我们带来的第一种 就是要点规定的叫雏菊 雏菊 也是产自咱们安徽的 雏州的雏菊 雏菊 对 第二个呢 黄黄的 产自咱们黄山的贡菊 就刚才说了就是 它是进贡的 对 你看比较黄的 贡菊 再来看第三个 这个感觉要白一点 白一点 那它这个菊花泡开了以后 特别的怒放 它是四大怀药啊 叫怀菊 就产自河南的怀庆府交作的 也是特别有名的 怀菊 嗯 再来看第四个 这是产自咱们也是安徽的 柏州和蚝子去 柏州 也是咱们中国最大的 药材的集散地 叫柏菊 也是非常有名的 可是到底什么的好孩子 还是优选好孩子 实际上 是筛选的 好孩子和优选好孩子 到底是什么呢 接下来呢 就跟随着我们的外景记者 宗明 一起到国家十三五项目实验基地 去看一看 老师您好 打扰一下 你好 我是养生堂节目组的 我叫宗明 你好 今天我带了一个任务来 他们让我来这寻找一个被称作好孩子的菊花 您能带我去转转吗 好的没问题 好 那我上车了 来吧 还有草帽 谢谢谢谢 走 咱们出发 我们出发 一进到咱们十三五项目研发基地 我就闻到了丹桂飘香 还看到了这周围有很多的像温室呀大棚啊 咱们的温室不仅种的涌花 还有很多的中草药 我来带你去看看吧 好 之前就听说温室里的花朵 觉得住得很舒服 对 是的 我们这边有很多的中草药 比如说这个荷花呀玫瑰呀菊花 蕎麦等等等等 这个我认识 这不是石壶吗 对 我们这边有很多种的石壶啊 像这个是铁皮石壶 金钗石壶 都可以在这个恒文恒式的环境下进行培养 但我还不能忘了我今天来的任务 我要找那个被称为好孩子的菊花 我去哪找啊 那我们就要去找我们的育种专家董博士了 我现在来到的就是实验基地的实验室了 那我们来找一找育种专家董博士 您好打扰一下您是董博士吗 董博士 大家都说董博士什么都懂 有专业知识就得请教您了 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 我需要找一个被称作好孩子的菊花 您知道到底是什么菊花吗 在我们这边的植盐埔里就收集了100种不同品种的菊花 100多种 对对 不光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日本的 都是能够药用实用的 像国内比如难度比较大一点的 比如像生农架上面的 那个地方去的比较不容易 那有1000多米的海拔上面 我们也找了好几年 找了几种比较好的这个品种的 我要找的这个好孩子 是这100多种的优种选优是不是 对 这里有个二维码 您扫一下 您就能够发现 哦 扫一下码 一些代码 这是什么意思呀 上面是菊花的这个拉丁鸣 下面ATCG这个序列是一个基因序列 就是特子 就是这个植物 有身份证的这个菊花品种 那个好孩子到底是谁呢 给您看一张图吧 对要点收入的伍达类的菊花 这几年做的一些工作 王教授告诉我们了 这四种分别是什么 唯独没说这个各项指标 都很优秀的菊花是什么 现在看到了它就是杭白菊 对 这就是杭白菊 要点收入的伍达类的菊花 我们对它主要的这个12种成分 做行了一些分析 这个12种不是普通的营养成分 我们叫它为植物营养树 不光能够帮助植物 置身提高抗溺的能力 对人体也是非常有功效的 那我刚才看到一组数据 我们普通种植的杭白菊 和十三五项目里面 优中选优的好孩子 它的数据还是差了一截 那个数据会更好一点 这是为什么呢 确定了好的品种 就是确定了一个好的基因 那它一个好的基因 它能不能成为好的一个植物呢 我们都说万物土中生 所以植物的生长的 首先要有一个健康的土壤 那健康的土壤又哪里找呢 今天中国科学院 施惠明教授正好在我们这儿 我带您过去请教他 好呀 这边是好大一片杭白菊的实验基地 刚才我们说到了 要想好孩子茁壮成长 除了种子好土地也得好 这土地到底有什么讲究 咱们赶紧找找土地专家施教授 在那儿呢 你好 请问您是施教授吗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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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宗明 你好 刚才我从董博士那儿来 了解到这个好孩子菊花 如果想茁壮成长 除了种子要选的好 土壤也特别重要 所以就来请教您了 您别说 刚才我走的这几步 我都有点舍不得踩它们 就觉得特别的松软 对 你讲的这个感觉是对的 土好的土壤就是要松软 我能拿一点感受一下吗 对 非常的松散 其实我这么一捧它都散开了 是 而且软绵绵的 用脚踩上去就仿佛踩在自己家的床辫子上 这种土 而且比平常我们看到的土地 颜色要深一点 那松软 为什么会松软呢 因为它这里的有机质特别多 怎么理解这有机质 啥意思呢 有机质是我们土壤的灵魂 能够天然的提供很多的一些养分 同时呢 这养分呢是各种各样的综合的 嗯 就是不是光给我们提供一种氮啊 磷啊 这种化为的养分 嗯 同时还提供一些原料药素啊 钙啊 铁啊 那些比例还特别很协调 就像人一样的 不仅要吃这一种 也要吃那一种 然后这一种就还要相互协调 那有机质就会起到这个协调的自由 明白 有机质就好像一个营养的黄金配比式 是 告诉我们应该既吃碳水又吃蛋白质 又吃蔬菜水果 是不是 对 我看这里面还有一些小叶子 甚至还看到一些虫子在爬 对啊 因为有这样的有机质存在 所以我们土壤里面有很多的生物 哦 其实我们你看到的是小虫虫 嗯 还有看不到的 这里面有很多的微生物 嗯 这些微生物多 或者小虫虫多 就突然生物活力高 就土壤特别的健康 哦 所以我捧着的 不是一捧泥土 而是满满的生物生命 是不是 对对 那所谓的健康土壤 它是自然就是健康土壤 还是说我们必须经过一些努力 它才能变成健康土壤呢 本来土壤健康 肯定需要有这么的一些方法 嗯 或者这么的技术 我们有几个三大法宝 哦还有法宝呢 对 走 咱们一边走一边说 好 施教授 您刚才跟我说 健康土壤的培育有三大法宝 嗯 分别是哪三大法宝呢 是 三大法宝 嗯 第一个呢 安全的监测 这个叫净土 净土 我们叫净土 就是干净的 嗯 安全的 如果你土壤里有毒 嗯 那肯定不能长得好宝宝呀 嗯 第二个呢 还得把它培育 嗯 我们叫沃土 就要多是有机肥 然后刚才说的有机肥 这都提高起来 嗯 生物活性强起来 那个我们叫沃土 就把土壤培育得好 哦 那么长出来的植物就会健康 嗯 我可不可以理解为净土就是先把一个人养健康了 沃土就是让这个人变得更加有活力了 对 第三个法宝呢 就是说我们还要量身定制 啊 就根据这个植物的特性 根据养分供应 让它项目之间还得协调配合得好 比如说我这片土地决定要种杭白菊 我们就按照它所需要的最好的营养呀水分呀 什么生物多样性来给它配合 对 量身定制出来的健康土壤 对 有了这两点我们就一定能种出好的这个航白菊和植物了吗 那还不够 我们还需要有些其他的一些培育方法 我们继续往前走 好 继续探秘 好 刚才听施教授说哈 除了这个种苗选得好 土壤要健康 他们还要定期做一些检查 这些定期的检查有什么作用呢 这些研究能够呢 能够帮助我们了解植物好宝宝的这个生长状态 然后即使调整我最佳的种植方案 能够确保我们的植株得到最好的 要呵护 土壤是定制的 其实整个的生长的过程都是定制化的一个培养 那我们现在要再做的这个是什么的检测 这个是一个根系的扫描的研究 植物呢生长在土里面 根系呢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组织部位 我们叫根生叶茂 这个很神奇 把植物的根系放到这里 进行一个扫描 像复印机一样 然后就能出来这样一张图是吗 这个学习能力太巧了 乖巧 就是扫描到一个结果呈现 那指标有哪些呢 就是种的一个根的面积 平均的宽度 还有根间的这个tips 就是根间数 这些能够帮助我们正确地认识这个根系 我明白了 这个实验就是看这孩子长得高不高壮不壮 我们还会做一些其他的检测 比如了解它是否营养合理啊 去看一下 好 这里面都是在做研究的 这个设备呢就是能够帮助我们 了解植物好爸爸的这个生长状态 每一种成分含量 比如说这个好孩子他缺铁了 我们就补铁 缺零了就补零 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也就是从最开始的选种苗 到后来健康土壤的监测培育 到现在我们对它进行各种物理的 化学的检查去进行一些改进 让我们的好孩子保证它的品质 的确是 这个好孩子还有一个好同伴 他们俩搭配食用 可以强强联手 到底这个好孩子的好同伴是什么呢 咱们转回演播室 让专家解读一下吧 宗明辛苦了 找了半天 原来是优中选优的杭白菊 刚刚听王教授的介绍 也觉得这个项目特别的了不起 让大家更加能够清楚地知道 到底我们的中药有多好 可是因为王主任 我们讲的是一花一果嘛 所以航拍局一定要有搭配 才能够更好吧 我们对药物的评价有很多的方法 今天我们用一个细胞实验 来验证我们这个配武 这也是我们科技部重大专项当中 用的一种方法 也是十三五计划当中 我们评价的一种方法 我们去实验室 来 黄老师好 我们可以请王教授 先跟大家简单地介绍一下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什么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个实验 就是对眼细胞的一个损伤的实验 就是用双氧笋刺激我们的眼细胞 来模拟我们日常当中对眼睛 带来的一种危害的因素 所以说第一步实验 我们先看它的损伤的程度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 小的时候我们做实验 也有这样的波片 那显微镜下是什么样的呢 我们看到的景象 会通过我们的电脑 传输到大屏幕上 好 已经出现了 王教授好多绿点 密密麻麻的 大家看到这些绿点 实际上就是绿点越多 越亮 说明对眼睛的眼细胞损伤就越厉害 这个损伤就是和我们的今天说的 亚健康有一定的关系 比如说航白局 我们今天一会要验证一下 在这个模型下看它有多少改变 好 那我们来看看它有什么改变吧 我们好几个播片呢 我们来看第二个 为了说明今天我们 带给大家的一个筛选的结果 我们提供了一个参照物 也就是第二个 我们用一个桑叶的配方 我们做的一个对照 就是清干明目的配方吗 对 绿点还有量还不少 不过明显那个亮度下降了 乌突突的 这说明什么 桑叶的配方 亮度小了 亮点也少了 对 说明会改变这个因素对眼睛的损伤 也就是起到了一定的修复作用 保护作用 但是修复和保护的作用有限 对 接下来该杭白菊和另外一个就是一花一果的配舞出马了 我们来看第三张播片 我们来看第三张播片 明显量更小了 而且更暗了 是的 其实这个结果跟我们做动物实验的结果是一致的 只不过今天更直观 说明了它能够抵抗外来对眼细胞的一个损伤 来提到这个保护眼睛的作用 简单的说就是我们之前老说中药的效果 这次是我们用科学实验的方式证明了中药配方 刚才讲的一花一果 对于我们的眼睛清干明目到底有什么样的作用 最后一个的效果是最明显的 谢谢 谢谢黄老师 辛苦你了 那二位教授我们回到中间 一花一果很明显是有用的 那一花一果配出来的日常生活当中的调理方 到底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啊已经在我们的升降台当中了 每个人身边肯定都有很多的朋友 会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 用一些比如说清干明目的膳食补充剂 来帮助我们更好的养肝护肝 帮助我们的眼睛更好 那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 又是什么样的一花一果呢 接下来请亮宝 好 金灿灿的液体又出现了 金灿灿大家都知道为什么 因为有杭白菊 还有一果是什么呢 掌声欢迎这位阿姨上来品尝一下好了 来 阿姨贵姓啊 贵姓张 张阿姨 张阿姨先说说症状 影跟影色这么不开 王主任适合喝我们的一花一果吗 可以 适合 来 阿姨喝喝看啊 喝出菊花味了对不对 菊花味的 菊花很浓郁 你能不能喝得出来 除了菊花之外还有什么 说不出来 好喝嘛 还行 还行 您先回到座位上慢慢品尝一下 那一果到底是什么呢 打着大大的问号 那么这个果呢 就是 杭白菊的护肝好搭档到底是什么 爆红网络的冬季暖身小妙招 您知道吗 广告很短 养肝好搭配 马上为您送上 很多叔叔阿姨 都有一边收看养生堂 一边记笔记的习惯 可是有的时候说得太快了 实在记不下来怎么办呢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们养生堂的APP 已经正式上线了 请大家拿出手机 打开微信 点击右上角的扫一扫 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描 根据提示 打开手机浏览器 点击立即安装 就会自动跳转的应用商店 下载完毕就可以进入APP了 进入节目播放页 在节目笔记的最底部 点击收藏就可以了 那么这个果呢就是枸杞 恍然大悟啊 枸杞太常见了 枸杞啊这个药呢 它呢是养肝体 它具有养肝明目的作用 单纯的吃枸杞啊 往往会容易上火 那么还应该配一个 就是有清热的作用的 那么这个菊花呢 也是一个药室同源的 它也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是一个一温一凉一苦一干 正好平衡 正好搭配 既能够养肝体 又能够助肝用 我们说清肝明目 我们常常要说 强调药材的道地性 还有配方的科学性 其实说到菊花加枸杞 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自古以来有很多人研究它 因为我们都知道 养肝明目非常功效明确 那王教授 为什么我们国家 还要花大价钱 去认认真真地再次研究 它到底里面含什么 有什么样的功效呢 什么叫重要现代化呢 我们用习总书记的一句话 给我们指明了方向 叫传承精华 首证创新 筛选的过程 这个好孩子 实际上我们今天 给它赋予一个三好孩子 第一个好呢 就是叫的药材好 通过从种子土壤 整个生长的过程 筛选出来它优良的品种 药材好 药材好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说它要效果好 从传统的中医药 我们认为它好 我们用现代化的仪器设备手段 比如说刚才我们做的一些实验 证明它好 这也是我们科学的做的一些工作 比如说很多仪器设备 都是高精尖的设备 第三个我们说三好学生 叫配五好 刚才王主任说了 我们一白一红 一补一清 它就是一个合理的一个搭配 并且它安全 这是科学的背书 很厉害 所以阿姨坚持喝一段时间 看看您说到那个眼干眼色 疼得都逼不上的那个症状 能不能改善 阿姨我给你准备了一份大礼 这是养生堂手心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利扭催来提供的 个性化养护营养健康大礼包 这其中包括 这是扭催来汉本脆保明饮品 扭催来养脏膳横片 扭催来多种植物蛋白粉 扭催来贝利剑片各一份 安利扭催来以尖端科技 萃取植物营养 为您提供安全科学专业的 营养健康方案 守护您健康生活的每一天 送给您 祝您健康 谢谢 谢谢阿姨 那接下来呢 还要给大家推荐一道好吃的 就在养生厨房当中 滴滴卤花香飘万佳 中国高端食用油 引领者卤花倡导 消费者少吃油 吃香的油 让我们一起走进卤花养生厨房 你看这天越来越冷 很多人都想给自己贴上暖宝宝 但其实那食物当中 也是有暖宝宝的 据说张老师今天 可是带着高招来的 对呀 是啊 最近网上有一个特别火的 也关于姜的一个养生小视频 我也学了 我也给大家带来了 在这个冰盒里 咱们不是叫暖宝宝吗 对呀 这都给它整成冰了 这能行吗 这还能发挥作用吗 能行 你看啊 我给你看看 它这个不是一般的冰块 叫姜汁冰块 你今天是想冲奶 冲红糖 还冲茶 来点红糖姜茶吧 好 刘老师你也跟着我们喝一杯 好嘞 我们也尝尝 咱们先转回去来再做菜 好的 早上起来 你就拿一杯这个 放在小壶里 就搁一点红糖 基本一比一就可以了 慢慢买的姜茶 都特别的甜 以前我也试过 喝完之后竟喝糖了 后来我就发现 咱们就要 既要喝姜 又要少喝糖 我就搁这个一充 放在茶里 牛奶里 油放在那个红糖里 来 冲一碗 谢谢张老师 来 刘老师 给您这杯 您尝一尝 姜汁冰块 泡出来的这个姜糖红茶 再来点 这暖和和和的 就可以开始露香了 对啊 我们这也不是特别冷 这个暖宝宝的效果 可以说是相当不错 这个姜汁冰块 怎么做的 别着急 一会儿我告诉你 但是我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问题想问刘老师 刘老师 每次我做这个姜汁冰块 它总剩下那个姜蓉 你说我扔了吧 又可惜 我吃不怕就辣好好的 我又不知道怎么吃 您给我们出个好主意 今天我就借着您这个姜汁 今天作为一个姜蓉鸡拌饭 您别说我最喜欢吃的一个状态 就是这个姜蓉拌饭 但是里面的那个姜蓉 它吃起来不辣 香 所以吃着没什么负担 所以这个姜蓉的制作 是不是也是有妙招的 您说对了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姜蓉 打好之后 要通过一个非常巧的小妙招 来把我们这个姜蓉 给它去辣 给它增香 然后这样我们的姜蓉吃起来 就没有辛辣的味道了 还能去辣 那咱们边做边说 好嘞 好 首先我们今天用了两种姜 我们用了一个普通的生姜 还用了一个沙姜 沙姜是更适合于 我们在做一些芹类的食品 生姜适合我们做一些海鲜的食品 沙姜的味道 会比我们生姜的味道 会更加浓郁一些 一会儿我们这个 会通过一个小妙招 来去给它表现出来 去辣 去辣 对 所以说去辣之后 很难保持着我们姜的那个味道 所以说我们加一些沙姜 来去保持它的味道 炸姜汁的时候 我们可以少加一点水 因为我们今天这个姜是一姜两用 对 好 您看我们这姜汁就炸完了 我们把含有这个水比较多的这部分 倒出来给张老师做冰块 对 姜汁冰块 对 两分的姜 一分的水 然后我们把它炸汁一下 对 好 这个就给张老师就可以做冰块了 好嘞 谢谢您 其实老百姓有很多的俗语都跟它有关系 对 我们叫做上床萝卜 下床姜 下床姜 对 姜就是咱们起来吃 就刚刚你说的 咱们起来有点偏冷 受凉 吃完之后把寒气散出去了 另外等着很多过敏性鼻炎的人 老说说我这肺气虚 我吃玉瓶风颗粒 这知道吧 对 我吃完怎么不管用呢 其实就辣了一点 拿生姜水送服 你就会好很多 另外比如说还有感冒了 一进门 或者小孩他吃的姜 他毕竟有点辣 对 给他大人拿给他煮个姜水 让小孩趴在那闻一闻 都有很好的这种缓解症状 或者预防感冒的功效 对 你看我前两天 你刚才说的是腹肚琴 我前两天脖子着凉了 就脖子特别重 怎么办呢 我去拿点姜 给它拍一拍 我也没倒姜汁 拿个胶部给贴在这个大堆穴上了 一会觉得就脖子就 容自如了 对 姜汁的部分留着做我们的姜汁冰块 剩下的这个渣渣 也就是姜蓉 对 就可以处理之后 做我们今天好吃的姜蓉拌饭了 好 下面我们这个 在打的时候 我们要往里边加一点小葱 这个是去辛辣的秘籍吗 这个是去辛辣的其中一个步骤 有几个步骤可以做到去辛辣的 两个 两个 对 其实第一步骤我们加入小葱 和我们的大葱的葱白 是为了中和我们姜的辛辣的味道 两步 第一步加入我们的小葱的葱绿 还有大葱的葱白 这个加多少合适 两份的姜 一份的葱 半份的大葱 好 炸好之后 我们第一步已经完成了 实际上我们还有最壮的一步 来去我们这个姜的味道 你要炸的是什么 我们做一点油 所以是想吃油是吗 对 把油做热之后 分三次把我们这个姜汁给它吃一下 然后呢就不辣了 因为油在吃我们的姜的过程当中 就会去掉姜的一大部分的辛辣的味道 同时使葱和姜的味道 充分地发挥出来 明白了 所以你看小小的姜蓉 想要去辛辣 然后提它的香气的话 里面是步步有酱 油温合适了 我们在家烧油的时候 一定要记住 我们的油冒烟了 这个时候油温就可以了 七八成热 对 而且我们要刺的时候分三次刺 好 油的温度一定要保证 油锅回炉 再生生温 对 这一次主要是把我们的葱和姜的味道 进行一个混合 出来了 对 同时呢 先去一下我们这个生姜的一个 特别辛辣的味道 第二次 第二次 来了 再来三分之一 好 这是第二次的三分之一 这个时候您可以看到 我们那个葱和姜 已经充分地已经混合在一起了 对 是一个绿的姜中了 对 好 我们再做最后一次的冲油 好 现在闻着好香 这个时候我们就已经完成了 我们三次的一个热油焦炭的过程 这个时候基本上我们生姜的味道已经就没有了 基本上现在你闻不到生姜的一个味道了 没有什么味道 没就香味了 对 这就是我最爱吃的姜蓉拌拌的味道 油很重要 用油也很重要 今天我们选用的是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独特的物理压榨技术 鸡翅跟姜的一个味道 所以就不放酱油了 对 酱油 蚝油 其他一些重的口味我们就不放了 好的 姜蓉拌饭 其实是一个姜味当家的菜肴 然后我们的姜汁已经也充分冷却了 这个时候我们给姜汁里边放一点盐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姜蓉和我们的鸡拌一下 好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去上锅去蒸了 多长时间合适 蒸在15分钟左右就可以熟了 好的 那我们耐心地等待15分钟的时间 这会儿是不是可以学学这个姜汁边块怎么做的 好的 滴滴卤花香飘万佳 中国高端使用油引领者卤花 倡导消费者少吃油吃香的油 极致营养助力 养生轻松给力 中国国家攀岩队乳品养保障的三元极致A2牛奶 提醒您 来评极致A2养生更有霸 刘老师也说了 姜跟水的比例是姜是一 水是一半 然后打成这个汁以后就是这么一碗了 这么一碗之后我们要过滤一下 我们来过滤一下 你看看黄黄的姜汁就出来了 你周末的时候 一般我也是周末有时间吗 我就做出一个礼拜的来 六七个放在这个冰河里 没错 放冷冻箱里就好了 早上起来拿出一个来 非常简单 一分钟就能冲上这个热乎乎的姜茶水 主要是组合搭配特别多 是吧 如果说我想喝热牛奶的姜壮奶 对 然后我想喝这个姜汁红茶 那我泡点茶 简单 方便 实用 就可以在这个冬天暖和起来了